歡迎收看 醫師好嗎 醫師好嗎 歡迎收看 快快美女 好 來 師潘 歡迎 歡迎三位朋友來賓 嗨 我要跟妳講 我健康人去做快篩在醫院 對 排隊嘛 快篩滿長的 就跟著排 排在半個小時發現 我在排買烤鴨的 他說 我都排半個小時 不如就買隻鴨嘛 他就莫名其妙 你瞎了嗎 快篩沒錯 有沒有看到前面 一掛到 掛著烤鴨在那邊嗎 沒有 反正隊伍就排了嘛 我告訴你 這就是這麼荒謬 對啦 看熱鬧 看到一堆人 人就想說什麼東西 為什麼 對不對 從中效應 所以我們講 有這種從中效應 真的滿可怕的 對 對人的好奇心 沒辦法 可是有時候這樣會造成 醫護人員的困擾 我們今天就要來聊一下 好吧 第一個是 一人情緒感染 所有人 看府 忙安府就飽了 好 因為我去年夏天的時候 我就跑去西邊玩 然後結果不曉得 踩到什麼髒東西 我就發現我的大拇指 就是多長出了一塊肉 然後那塊肉會越來越痛這樣子 後來那個 有長輩就跟我講說 你那個應該是雞眼 就叫我去看皮膚科這樣 我就在後診這樣 結果排我前面的那一個 它是一個就是刺龍刺鳳 然後那種超級 有點像館長那樣子 超級大隻 超重要 然後就坐在我前面 然後他在那個後診室裡面 就大家都會很緊張 因為都會想說 會不會有人來尋傳什麼 大哥 大哥級的這樣子 後來他進去那個診間以後 大家就想 一片安靜的狀態下 突然就聽到那個大哥這樣 就發出那種 傳出來 聲音傳出來了 從那個診間裡面 傳出那種聲音這樣子 我想說連他這種型的 大哥級的這種都這麼痛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的治療 會搞成這樣子這樣子 換到我進去那個診間的時候 我就好奇問了一下那個護士說 請問剛剛那個大哥 他是處理什麼樣的事情這樣子 他說沒有 他就是那個腳上長了一顆油這樣子 然後醫生用那個液態蛋 然後直接冰他的那個油 因為那液態蛋是負100多度 對 就像燙傷一樣 對 然後你被冰的那個瞬間 你是痛的 我聽到我整個嚇到了 我想說連那個大哥 都無法承受 都受不了 對啊 那到我的話 我這整個就是 就是會昏倒在那個診間裡面 然後那邊 就跑了 一個醫生就說 那你今天要看什麼這樣 然後我就說 沒有啦 我覺得 我說好像最近換季 皮膚有點過敏 你幫我看一下 幫我數啦 馬上就換另外一個面 對 我不敢說 我也是油 我怕 你怎麼知道你是油呢 你不是說只是 雞眼 人家說那個雞眼就是油 對 就是然後要用 所以他現在還在 對啊 所以你後來沒有去處理 我後來就是自己上網買那個藥膏 可是後來那個藥膏就是他的藥效 比較不會像直接冰凍那麼快 他就死好死壞 但乃哥 我跟你講那個真的痛 我老公也算壯汗吧 對啊 他也是冰的時候 當場他沒有叫 因為愛面子 回家每天鬼吼 鬼吼吼 所以回家還叫 我跟你講他叫了兩個禮拜 然後因為那個醫生說 他要再回診 他不敢回去 就男人就不要跟他在一起了 真的很痛 他回家一直說 然後走路降欸 降欸 真的很痛 所以也是在腳底 所以那真的是痛 對啊 有一種病叫陰道經驗症 陰道經驗症是一種身心症 就是說他怎麼樣都沒辦法圓防 沒辦法形防 他最嚴重的就是兩腿就一直冰龍 那你只要腿把他弄開 他立刻就冰回去 而且重度的通常是 你嘗試把他弄開 他大概會一直身體往後推 屁股抬高身體往後退 就完全沒辦法做 你是退縮 對 退縮 所以有些結婚的五年 十年 二十年都還是處女 是喔 那有一次一個案例就是來 他來就說都沒有辦法 請訪 我說一聽大概 大姐是這個病 我說到裡面看一下 他說他不敢內疹 我說不一定內疹 我看你反應就知道 你是哪一個程度的 好好把勉強上台 我一看 我通常就是 腳嚴重我就只先摸膝蓋 我說痛嗎 膝蓋不會痛 我說好 內腿可以打開嗎 他勉強打開一下 我說好 手套給我 我就準備那個 然後順便請他的那個 男朋友進來 我說那你已經奮鬥了 這麼多年了 不行嗎 我現在要教你 你要做 陰道的放鬆訓練 我做給你看 我怎麼做 你回去就這樣做 那這樣你是唯一的教練 可以幫助他的 結果他是重度的 剛剛一進去 他就尖叫聲你知道嗎 出來 不要 大師你知道嗎 我命 出來的出來是在生懲嗎 搞得好像你是有什麼 對 還好他男朋友在旁邊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說 我們的孩子前進 我說我要盡你的信心 當我最後我可以手一手 觸到你的子宮頸的時候 你知道完全做進去了 那結果我們弄半天 後來真的成功 第一次就跟他說 我說你看成功了 你有信心嗎 結果我出來以後 發現那個一個媽媽 你們兩個搞什麼 沒有 就突然下一個病人 女兒叫不進來 媽媽說進來 她說不要 我不要看了 原來他在外面聽到了 她說太恐怖了 護展哥看護展哥 太恐怖了 不要 不要看了 我說 不不不 你可能不用內診 你可能不一樣 後來進來 他真的不用內診了 他的狀況不用內診 結果後來媽媽跟我說 我們在外面聽到 很恐怖 那個慘叫聲 我們也是在 以為是在慘房你知道嗎 你這又不是慘房 我說不是 是前面的病跟你不一樣 就算女兒確認半天才在 我跟他說沒有 你只要臟尿做超音波 就可以了 才解決問題 不然他聽了以後 真的不想看 他媽媽說我們回家了 我真的不看了 我覺得情緒的渲染力 真的是很會影響 因為像我也是 像你之前那樣 我是因為之前有一陣子 發現我自己胃不舒服 消化不良 所以我就決定去照胃鏡 怕有什麼問題 然後因為當天沒有 家人沒辦法陪我去 然後又是一大早 我也不想要麻煩朋友 陪我一起來 所以我就OK啦 那我一個人去 因為其實我不是特別怕痛 但是對於沒有做過的事情 還是會有點害怕這樣 前面也是有一個狀態 也是像館長那樣 走進去 館長那是誰一個人 我覺得搞不好 敢跟大家一樣的 反正他就這樣走進去 不到五分鐘 我就聽到他在裡面這樣 啊啊啊啊 然後就是在那邊慘叫 你知道我當下 原本不覺得怎麼樣 後來我就開始流淚 我覺得會不會很恐怖 因為但我不像你可以改口 因為我這個胃鏡是已經約好的 我沒辦法蓋頭說我不做了 我沒問題這樣 然後我就開始一直流淚 一直在怎麼辦 我怎麼那麼委屈 為什麼我要不舒服 為什麼我要來照胃鏡 我進去照的時候 照胃鏡是這樣躺著 醫生就會把胃鏡這樣 開始塞進去 當下我又繼續哭 我就一直這樣一邊流淚 然後他就一邊乾嘔 然後我又不敢叫出來 我就很怕後面的人 又會很害怕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一邊哭 一邊照 結果醫生照完之後 他就說其實沒有那麼痛對不對 我說對啦 他說你是不是覺得很委屈 然後我說對 其實是很委屈這樣 他說不要再就是 叫我們不要一直這樣 影響後面的人這樣 他自己也覺得裡面那個大男生 這樣其實很丟臉 真的 我聽了都覺得很丟臉 我們看到 剛來日本整人節目 結果笑死我了 結果是到那裡牙科你知道嗎 牙科都是 那個手術台不是手術台 就是看牙的 都是開放的 病人都坐在那邊等 然後那個就假裝了一個人 去給他醫生看 就叫我 很誇張 我跟你講真的很誇張的叫 很誇張的演 然後他旁邊那個在後面等的 比如說後面兩號一看 就看到他偷偷摸摸地走 對 這算好 我以為對他反應 就看到人偷偷摸摸走 嚇死了 嚇死了 原來有人說人嚇人了 就嚇死了 真的會怕 但是胃鏡現在是可以做無痛胃鏡 對 但是因為我是一個人去 一個人去的話就沒有辦法全身 麻醉 對 通常可以事先排好 沒有照顧他 你可以事先排好說我要做無痛的 就可以了 這個在病人安全上 通常會有麻醉的這種的一個 處置的話會需要有家屬陪同 我只是被警告說不能開車 那個醫生要留個line 可以啊 你什麼時候要再到 其實有時候就是 大家每次看到那種排隊的 圍觀的都會特別好奇 對 那因為平常我都是開乳房 那所以有時候會把那個乳癌的患者 可能會整個乳房都摘掉 那有一次我開刀 有一個患者他很豐滿 那大概有Dcarp左右 那我們就是乳癌手術 把它整個切掉之後 我們通常醫生都會 外科醫師為了要表明要解釋 所以我們拿下什麼東西 我們就會拿什麼東西出去 給他看 所以譬如說你今天肚子痛 你盲腸也來 我把你割下來的盲腸那一小節 我們會拿出去給你看 你迫在哪裡是怎麼樣 會做解釋 對 結果那一次就是我把整個乳房摘下來 我們要給他看腫瘤 所以就這樣整個這樣捧出去 然後捧出去的時候 那剛好這患者他的家屬很多人 所以就把我圍成一圈 五六個 五六個就是人高馬大 把我圍在中間 結果剛好這個時候有一個路人經過 那為什麼我會注意到他呢 是因為他看到大家都圍著 不知道在發生什麼事情 他就進來看 擠進來看 就看到那個腫瘤 我捧在那邊 他就嚇得倒退兩步 然後就突然倒抽一口氣這樣子 然後我就看他一下 他也用很金口的眼神看著我一下 結果大概過了兩個禮拜後 我就收到醫院的緊急公文 我被投訴了 為什麼 他說你們醫院的外科醫師 怎麼可以隨便就把血淋淋的東西 拿出來給家屬看 他說這樣經過的人都會嚇到 但是他自己要看著 奇怪 所以那時候當下我收到這份公文 我也覺得有點委屈 然後我講完之後 大家就說拜託 那他去太平間還很多死人 因為我們往下了太平間 我說那也沒辦法 就是被人家投訴了 所以從那一次之後 我們每次只要端標本進去 都要蓋上一群無菌丹 就是會整個蓋起來 全部蓋滿滿之後 我們拿出去會問家屬說 你要看嗎 你要看嗎 你可以接受嗎 你要拍照嗎 你感覺很像 要吃喝嗎 最新的這個條件 當然就是我們現在已經 有點像服務業的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要關照到就是周邊 而且還要看看有沒有清場 旁邊有沒有閒雜人等 不小心走過去 好辛苦 然後我們才可以打開 我媽媽那時候 就是動手術的時候 她會先就是廣播我們家屬 到那個 他有一個 沒有 他有一個窗口 有一個窗口 那外科醫生會在那邊 然後這是媽媽的什麼什麼 你們想要看嗎 他也是用一個手術 那個綠色的那個蓋子 我們說可以我們看看了解一下 這樣子的 但我不知道 因為時間過程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我的動作 就是其實我們是有蓋 我應該要補充 其實我們是有蓋 只是說我拿出去之後說 我們會叫某某某家屬 比如說叫完之後 家屬來了把我圍住 我說那給你們看一下這乳房 我就掀開 那可能是 因為我也沒有宣詢問說你們要不要看 我就覺得說我既然把你的家人的乳癌 腫瘤拿下來 我覺得我應該要解釋 首先我們會先跟病患解釋說 你這個腫瘤實際上 我們拿下來大概多大 摸起來多硬 那目前可能看起來 臨床分歧是第幾期 類似像這 就是會做一些簡單的解釋 那只是說 醫生為難 對 但就是會有人 你那兒還留著嗎 不然你寄給他 好恐怖 我那時候跟盲腸沒事 就是我還在恢復 然後因為我媽媽在門外 然後醫生就把那個盲腸就端出去 然後我媽也不知道是什麼 因為我們家從來沒有人開過刀 然後醫生就說 這就是你女兒的盲腸發炎的部分 我媽就 然後還是仔細的聽了醫生說 發生什麼事 然後結束之後 我恢復是醒來 我媽跟我講的第一句話說 我謝你喔 劉宇柔 我這輩子再也不敢吃大腸了 沒有 其實你突然看到 你會嚇一跳 不能留吧 不行 現在不能留 現在標本都要送病理科 美國的階西埃平健庫的醫院 大部分都會不准修標本 就只能給照片看 照片 我在醫學中心 他們那個脂肪瘤可以帶走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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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拿出來 就要重新 那你這樣多年錢可以 沒有 你不是說背 沒有 那個後來我有小的 我有去看 大概幾年久 我去那個整形美容去做 醫美去做的 那不大 可能就讓我帶出來 你帶著你打算清蒸還是 家裡面理事找不到油的時候 先炸一點好不好 好 別忘了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